107動力 自由黨不知為何和財團太老友 剛才宣泊民請張宜人道歉 為何當年是不反對《最低工資法》 為何最低工資是助長霸權 大集團有很多方法去解決問題 叉燒生產櫃整條生產線 拿去深圳開廠 然後運煮熟的叉燒來快餐店賣 九龍城寨那些茶餐廳 八百元也請不到叉燒師傅 你想人家來買一個叉燒飯是多少錢 買得貴就推高通脹 所以整個問題 最低工資每一次調升 只會令到中小企受害 大集團就可以擴充他們的版圖 不知自由黨是否想樂見其成 好 謝謝